在新北市深坑这一家的彩券行 六月份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先生到了店里头 他故意把刮刮板撒在地上 加好心的帮忙剪 行动不便老板娘起身一起找 然后就趁老板娘不留神 他连偷了桌上的两本彩券 偷完之后还坐在店里头十多分钟才离开 行为很嚣张 你看你看翻我的桌上的东西了 因为我在找盒子他就翻我桌上的东西 没有 刮刮的就拿走了 时间回到案发当时下午三点多 彩券行里没什么人 桌上刮刮板不知道为何散落一地 只见老先生蹲在地上帮忙捡 行动不便老板娘也起身一起找 没想到老先生趁着老板娘不注意 先摸了拨小狗再假装整理桌上物品 接着右手直接A走一大碟彩券 天气那么热穿着长袖 而且还厚厚的 一进门的时候我有朝他看了一下 然后他自己也可能信息啊 他就说好冷好冷 大热天穿长袖似乎有备而来 这假好心真偷彩券的窃贼 偷了一次还不够 第二次趁着老板娘走回柜台 又一把抽走一整叠彩券 还在店里待上十多分钟 玩了冰果游戏才从容离开 客户的小偷就是他 年约六十多岁 头发斑白 一连连偷两叠彩券 还老板娘损失将近五万块钱 专门挑行动不便的店家下手 老板娘气得大骂没良心 窃贼手法熟练 怀疑是贯欠 附近财券行最近也常常传出窃案 但始终抓不到人 老板娘只能自理救济 公布监视及画面 要大家揪出这可恶的小偷 中文新闻许致明临钵鱼 台北报道